今年最火熱的韓國綜藝節目 Fight Street Woman Fighter莫屬啦 匯集了韓國超強的舞者們展開舞團敬演 每週節目播出後 都頻頻登上熱搜掀起討論熱潮 節目結束後繼續上遍各大綜藝 連連幕舞台都強勢出擊 其中舞團威逼領對 NOZE 冷眼長相和高超舞技超圈粉 人氣大暴漲的他甚至接了超多廣告拍攝 他在節目中編舞的黑媽媽 直接被封為2021韓國國舞 一聽到前奏人員都要跳一下 其他舞者們也都收穫滿滿人氣 以往只是明星旁邊伴舞的舞者們 如今都成了叫得出名字的舞台主角 退案者幾乎全員素人的換成戀愛 有別於一般的戀愛綜藝 用愛舞對前任情侶住在同一棟小屋相處 展開大型戀愛修羅場 這個比韓劇還抓馬 加上真實的情感波動 讓觀眾看得超走心 嘉賓們也幾乎都變成網紅和YouTuber 偶爾也會互相客串彼此的頻道 延續節目話題 另外同樣也是戀愛實境秀的單身及地獄 被稱作韓白欲罷不能 走來十名單身男女在地獄島尋覓珍愛 並且每天投票互選 只有心意相通才可以前往天堂島 享受華麗又火熱的約會夜 在嘉賓之中最由人氣的宋志雅 可甜可遇的長相撞臉 Blackpink Jennie和艾滋張元英 這台更是超火辣 而且由於節目是在Netflix播出 那YouTube頻道表迫百萬訂閱 可惜爆紅之路走沒多久 就因為山寨或爭議 讓百富美人設一夜翻車 短時間內從人氣暴漲到跌落神灘 只能說真的是不勝稀虛啊